天氣這麼熱,蟒糖也變了越來越多 為了家鄉社區的衛生環境 到達市公司這幾天 路上親王有傳利進行消毒風地 公司表示有傳利消毒的時間 都會提早在蟒樓上公佈 也請民眾消毒的當天 從外國拍的衣服來收起來 更便宜去抹到柚子 以往在達到達市的蟒糖風地 一當時只有一次 但為了家鄉社區的環境衛生 市長林姓祝亞中蟒糖的風地 增加為一當三次 這裏面中也都表示 實際民憲有感覺蟒糖是都變少了 因為以前都噴油了一年一次而已 不過現在為了我們林姓祝市長 他住年後 他都去跟地方 去跟中央掛一些經費回來 我們現在一年有三遍 讓我們到達市的環境 讓我們到達市的一些正式 蟒糖變得比較少 過去我們這邊這裡 會消毒一年一遍 現在還有三遍 讓大家感覺 讓我們這個環境更好 現在蟒糖的感覺 減少很多 為7月12日至25日 到達市公社還開始進行 今年第2波的蟒糖風地 公社的標示 對一日當時要來消毒 公社的蟒糖也都來講過 讓民眾可以拿早從外面的三口 麵皮來消耗 由7月12日至7月15日 占對大陸市40日 跟所有的國學 來做一個並美穩的房子 也希望說 在這個房子的期間 所有的我們的民眾 都可以知道說 我們大陸市的網站 也都有公佈 當時要去穿 在我們的並美穩的房子的蟒糖 希望到這個禮的時候 所有的民眾 都要知道 如果我們有三條在外面 盡量拿去裡面 在公社進行消毒的當時 也希望所有民眾 可以共同來配合 家裡如果有搬載 容器有來接水 也都一定要來檢查 並倒掉 要不要有再來三十蟒糖 在普通時 我們又要有清洗 我們的容器的習慣 在醫生 容易滋生 病美穩的地方 我們要動作 我們把所有的滋水容器 倒掉 希望從每一個市民 開始做起 我們希望一年三次的病美穩作業 可以讓獨六市 可以減少 可以說我們的登革熱 甚至一些傳染病的發生 透過環境的消毒作業 來檢查網塘的出現 公社本地也支持基本的作業 為此也希望全民共同來配合 打造一個親戚由國輸出的 島瀉市 記者講義 採訪報道